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经中所双方友好协商和两国政府批准 3月30日,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和所外交与外贸部长密 草签了中所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大家好,我是顾炎沐晨,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最近,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 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终于草签了中所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这项协议的签署给地处大洋洲的两个五眼国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造成了巨大的触动 尤其是澳大利亚这阵子上餐下跳,好不热闹 前有国防部长宣称不可接受 后有媒体人嚷嚷着入侵所罗门群岛 一个呲牙咧嘴的南太平洋小霸形象,悦然眼前 虽然澳大利亚宣称自己是区域内国家 可就是这么一个和所罗门群岛隔着上千公里的国家 居然有脸对中所两个主权国家的合作指指点点 甚至扬言如果所罗门群岛跨过了澳大利亚画下的红线 就要对人家发起入侵 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副警长本事不大 观影还真是不小 对于澳大利亚方面的威逼,所罗门群岛总理明确表示 没有计划让中国军队在所罗门群岛建军事基地 所方完全了解这样做的后果 但是澳方似乎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同时发出这样的威胁 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 包括法新社和路透社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均认为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都将南太平洋视为自己的后花园 为了经营好这片区域 澳大利亚将本国对外援助的大约三分之一都划给了太平洋地区 并且在基建安全和文化等领域 对南太岛国进行了数十年如一日的渗透攻势 虽然澳大利亚的积极干预给南太岛国带来了一些好处 但从根本上说这些好处都是以南太岛国的主权作为交换代价的 而且南太岛国基本没有说不的权利 有些时候装了太久的澳大利亚政府也会摘下自己那张伪善的面具 直接采取粗暴手段对南太岛国进行恐吓 2017年澳大利亚情报官员曾对密克罗尼亚发出警告 不要让中国公司在你这里铺设海底光来 否则澳大利亚就用鱼雷把他们炸个稀巴烂 在澳大利亚人眼中南太岛地区似乎自然而然就应该是他们的卧榻之策 用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哈泽的话来说 这里就是我们的小土地 澳大利亚不光漠视南太岛国的主权 对人权问题也同样不以为然 从2013年起澳大利亚政府开始推行一向臭名昭著的难民安置政策 对于凡是坐船跑到澳大利亚避难的难民 澳大利亚政府都会将他们先统一安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脑鲁等南太岛国上 先审核审过了再考虑要不要放他们进澳大利亚 虽然澳大利亚政府向南太岛国提供了一些经济补偿 但这项临时安置政策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无法弥补的 澳大利亚难民营的条件恶劣 性侵 虐待 抢劫和谋杀等恶性犯罪层出不穷 常常有无法忍受的难民自寻短见 南太岛国对此也是怨声载道 斐济外长昆布安波拉就曾明确对澳大利亚提出强烈谴责 他批评澳大利亚高高在上 目空一切 只顾着将自家的难民问题甩给太平洋岛国 自己却隔岸观火 当起甩手掌柜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国家居然还有脸把自己包装成帐巴的竹台 试图给其他南太平洋国家普度众生 简直笑死个人 如果有一天和你隔着几个街道的住户家里来了民警 看到这一幕的你 第一反应不是这家人出什么事了 而是我要上门给这家人一点颜色瞧瞧 那你就该好好反思一下 是不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正常人是不应该害怕民警的 正常人也不会嚷嚷着踹别人家的门 只有罪犯才会有这么扭曲的心态 哦 差点忘了澳大利亚最初好像就是一群英国的流放犯建立起来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